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會不會有一點敏感呢 不會 因為這是我們共同的決定 寬人是我的好兄弟 那 這個我去年在當選黨主席 那是黨最困難的時候 民調也只有蒼白了12% 我邀請他來義務擔任副秘書長 他二話不說 就答應 而且認為中生黨要團結 義不容辭 我二月那時候宣布要連任黨主席 他也幾乎是第一個跳出來說 這個二話不說支持 所以這一次他跟我講說 他要專心回歸地方經營 我說兄弟二話不說 我絕對支持 那 因為我知道他在我們的故鄉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所以這個事情呢 就是這麼單純 這麼簡單 謝謝 今天如果 這一年半大家都很滿意 我也不必出來 我也不必出來 主席我們想再請教一下 昨天朱市長他宣布參選之後 他說如果這一年來 如果黨真的做得好 也不用他出來 甚至還把他口號用成 就是要重拾領導力 那都被外界解讀好像都是在針對您 您怎麼看 我尊重每一個人參與黨內選舉的權利 但是對黨的任何批評指教 我想 只要我做黨主席的一天 我們都須須接受 但是 我們也必須講 黨的 任何一步 或任何一個進展 都是大家共同努力 因為 從黨中央到地方 上下是一體的 那 這一年多來 大家共同努力 我想我們有看到 一些成果 我昨天其實有跟大家報告 那剛才智陽兄弟有提到 這一年多以來 我們身為在野黨 我們努力監督為民發聲 捍衛民主 甚至捍衛民眾的健康 黨 中央到地方 大家可以說是 盡心盡力 當然我們不會致滿 也不會以此為滿足 我們每天都要進步一點 只有 從上到下 大家共同向前邁進 每天都進步 這個進步是沒有上限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但對於任何的批評指教 我們絕對虛心接受檢討改進 也只有這樣 國民黨 才能夠繼續向前走 國民黨才有機會 重返執政 主席不好意思又是我 然後我想再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有些黨員反映說 因為現在地方上還蠻焦慮 2022的選戰 那剛好朱市長出來之後 以他的歷練好像蠻多基層都 想要挺他當主席 有這樣聲音出來 您怎麼看 今天這個並不是那個 主席相關 那個選舉的記者會 對啦 我作為現任主席 我不評論太多關於 這個主席選舉的事情 但我只想要告訴大家 國民黨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表現 包括剛才所提到的 以及其實也不要忽略了 我們14個縣市他們的表現 我們立法院黨團的表現 我們各級民代的表現 國民黨要進步 是這些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國民黨只要有表現 也是這些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 在地方有14個縣市的執政 到目前為止 我們從去年到今年 不定期的都有做相關的調查 我對我們14個縣市的執政 相當有信心 包括這一次的防疫 他們的表現 絕對是在平均水準之上 甚至最近有相關的一些媒體的評比出來 我想我們14個縣市的表現 也是有目共睹 也因此 對於明年2022 地方大選 國民黨相當有信心 最基本的14個縣市之外 我們當然會力圖 更多的縣市 能夠爭取到執政的機會 那這個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我跟各位做這樣的報告 至於其他這個關於黨主席選舉的事情 我想我現在的身分也不適合做更多的評論 謝謝 主席 主席 主席不好意思想還是要請問一下關於黨主席選舉的事情 因為這個朱立倫參選了之後 然後卓博員說就有黨員收到了檢訊 他認為這件事情黨中央應該要徹查 那另外也有人說這個卓博員的參選 是為了要拉您的票 您怎麼看 我就說是黨主席選舉的事 我不做任何的評論跟回應 因為我現在還是黨主席的身分 那這個 只要任何對於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說這些資訊的這些問題 歡迎 能夠跟我們地方黨部或中央黨部 能夠具體的一個 這個反應 你要檢舉也可以 那我們會請相關單位來受理 來辦理 謝謝